即日本东京都知事喘天要衣访问北京之后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派出9人访华团 4号抵达北京 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道 这是否意味着中日关系出现趋缓的迹象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欢迎日本各界人士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 做出实在的努力 华春莹指出中方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一贯的是欢迎包括日本朝野政党在内的日本的各界人士 为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来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 华春莹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困难局面的癥结在于 日本领导人逆潮流而动的错误行径 动摇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同时也为中日两国的高层交往制造了严重的政治障碍 中方认为解铃还需继铃人 日本领导人应该做的是切实的正式和深刻的反省历史 以实际行动来显示诚意 切实的恪守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做出的承诺 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 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至于百年人应该做出 对